常常在想 如果当初我没有娶可人 小曲花或许到现在 还是大江南北最红的名领 也不至于这么短命 话这么说是没错 不过当年 要是没娶可人 怎么会有雪儿这么可爱的孩子 时间不早了 我又是 我刚好也要回工厂 咱们一起走 好 小雪人 你长得真漂亮 你像妈妈一样好看 不过妈妈也能在我身边该多好 妈妈 你站住 为什么见到我们就走 不许走 不许走 跳戏给我们听 我不会唱 我妈说你妈妈是戏子 戏子的孩子为什么不会唱 我会唱也不唱给你们听 许姨叫我在没人的地方唱 你什么意思 哥 咱们玩咱们的 别理她 别种转什么转 你说什么 我妈说你妈妈偷人 你就是野种 你 瞧着选人吧 踩他 踩 踩他 不要 踩他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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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踩马 不要踩水里 有血了 妈 妹妹流血了 还没 好了 冷静一会儿 医生 你轻一点 你没听见她喊疼吗 知道了 乖 忍一会儿 这么大的伤口 将来会不会有疤 我女儿会不会破相 来 坐下 雪儿 雪儿啊 你告诉许姨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别害怕 你慢慢说 许姨相信你 前面 波涛 跟脸上得怎么样 波涛 不哭 不哭 还没流了好多血呀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这孩子 怎么发生这种事 这走路也太不小心了嘛 这跟走路没关系啊 是雪儿把她给推的 雪儿 可不是嘛 雪儿一直就看暧昧不顺眼 牵一次打一次 可怜的暧昧受了多少委屈 你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啊 雪儿有人撑殃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简直是目中无人 我乖 不哭了 不哭了 我可怜的暧昧 这小脸蛋 要是破了笑 将来长大了 还怎么恰人呢 好 别哭了 孩子哭你也哭 哭什么呢 你放心 这时候我会调查清楚的 艾美 爹 爹 你老师告诉我 是不是雪儿推你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哎呀 孩子都伤成这样了 你还吓她 这话还用问吗 难道 是崇梅把她伤成这个样子 她会伤害自己的妹妹吗 还是艾美她吃错了药 把自己伤成这个样子 有这个道理吗 波涛 一场年盲工事 家里好多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 艾美 不哭了 自从雪儿来了以后 是天天闹事啊 家中大姐 家中大姐 又一味地互端 把雪儿宠的 比皇亲格格都还要肥要跋扈 我 咱们周围 和艾美 吃了苦头 坑都不敢坑一声 今天要不是艾美受伤了 这事 我提都不会跟你提的 你要是不行 你回去问问看 我保证大姐 帮雪儿推得是一干二净 反而会说崇梅和艾美的不是 雪儿一再被这两个孩子欺负 现在又背了黑锅 这让她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这个家她已经待不下去了 好 雪儿一再被这两个孩子欺负 回家等着看好戏吧 宝贝儿没事 艾美流了好多血 我好怕 艾美已经送到医院去了 医生会给她治疗的 不会有事的 早知道我不理她们就好了 雪儿 于伯伯会不会怪我 等于伯伯回来 雪儿会向她解释的 别怕 你没做错什么 是她们故意找茬 嗯 波涛 艾美跌倒 是不是你推的 波涛 孩子们在一起玩 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我在问雪儿不是问你 艾美跌倒 是不是你推的 不是我是崇尾 艾美的妈妈全都告诉我了 你还在抢变 波涛 事情不是彩玲说的那样 你到现在为什么还护着她 你这不是爱她 你这是害了她 你怎么能相信彩玲的片面之词呢 难道我相信你的片面之词吗 我 你这孩子心眼怎么会这么坏啊 你害得艾美如果将来她有什么后遗症 该怎么办呢 不是我 是他们自己害自己故意找茬 还在嘴硬 你看看这孩子说什么呢 事情已经摆在眼前了 她 她还不可以承认错误 不是我就不是我 你为什么要诬赖我 我诬赖你 请问我为什么要诬赖你呢 因为我不是艾美 不是崇尾 不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 不是我的孩子 李先生 你再忍住 不动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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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雪儿 站住 来 回去好好休息啊 不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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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雪儿 雪儿很快点 我们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不准追 博通 我说了不准追你听不懂是不是 外面风雪大 孩子穿得那么担保 她不知好歹 身在福中不知福 叫她吃点苦吧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万一 万一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 又是生病了怎么办 她死不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们走 一致 火烧屁股了 一致 什么事啊 大呼小叫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妈 不就是雪儿弄上艾眉的事吗 博通骂了她几句 她就使性子 就跑了 大姐跟雪妈追她去了 真是雪儿吗 不会又冤枉了她吧 妈 艾眉都伤成这样了 您还冤枉她 这不是雪上家说的吗 好了好了 不哭了不哭了 来 奶奶看看 这伤得要不要紧啊 缝了好多针呢 医生说得按时换药才行 好好照顾她 好了好了不哭了 喂 真是雪儿吗 不会又冤枉了她吧 难不成 雪儿真的受了委屈 好 就算是崇尾和艾眉找茬儿 雪儿也不该推人 害得艾眉受伤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万一 万一被坏人拐跑了怎么办 要是生病了怎么办呢 找到了没有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她没心留下来 就让她走吧 你心里明明不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你这一巴掌打下去 伤的不是她的脸 而是她的心 薄涛 孩子是无辜的 你别把大人的感情 撤进来好不好 如果你的心结真打不开 你 干脆 你就把孩子送给陈景 免得她在这里受罪 客人要是知道你这么对她雪儿 她该有多伤心呢 难道你想让悲剧再一次重演 再留下一次遗憾吗 真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再自责 再后悔 都已经来不及了 都已经来不及了 虚妈还带着人在找 希望你有好消息 虚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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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不知 大婶 大婶 你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不知的 小妹妹 夏镇大雪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赶快回家去吧 快回去 快回家啊 春雨 大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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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梅啊 多喝点鱼汤 山口好得快 薄汤 来 多吃点 大太太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没有 妈 您慢吃 薄汤 不 老全啊 快 跟在老爷后头去看看去 是 崔叔 崔叔 你等一下 我去给薄汤拿件大衣 晕芝 给雪儿也带一件吧 是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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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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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找到您 快把大衣穿上吧 穿上 我一个大人都快动得受不了了 孩子怎么受得了 是啊 雪儿千万别出什么事 老爷 出门的时候 老太太让我带着雪儿的衣服 咱们赶快找到她 好 让她穿上 这样 咱们分头去找 这样机会没准我会大一些 对 好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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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见得过一个小女孩吗 没见过 好 谢谢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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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见过这么高能一个小女孩吗 好 谢谢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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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打你啊 雪儿 你再敢说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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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 你见过一个小女孩吗 这么高红美啊 谢谢我 雪儿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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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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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一个小女孩吗 你见过一个小女孩吗 请问 请问 你见过一个小女孩吗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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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叔 全叔 老爷 怎么样 老爷 还是没找到我 这孩子会跑到哪儿去呢 雪儿 老爷 我在雪地里发现了这个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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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人躺在那 是个孩子 快看看 还有救命后 还有气息 身子还不动脚 我来看看 真是个孩子 是雪儿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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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快快 暖壶给他暖上 暖上暖上 来 雪儿 来 你看这小手动的 雪儿 你看把这孩子动的 可怜的孩子 雪儿 可怜的孩子 波涛 到底怎么回事 雪儿怎么 怎么会一个人在雪地里呢 幸好我车子路过那儿 如果再晚一个时辰 后果不堪设想 东霖兄 谢谢你 谢谢 雪儿 雪儿 暖和了 暖和了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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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点血色了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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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你看有气色了 好好好 雪儿 你醒了 月姨 雪儿 雪儿啊 你让大家担心死了 你不见呀 大家着急死了 你知道吗 雪儿 不是我 别打我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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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儿 雪儿 得向你保证 我是永远都不会再打你 波涛 你说爹 雪儿势而复得 这就表示 老天爷相恶无父的 竟快相认 我要让雪儿认责归宗 明正言顺的 做我御波涛的女儿 好 好好好 雪儿 你听见了吗 波涛啊 哪有说认就认的 总得请组长选个黄道吉日啊 妈 您的意思是 雪儿 你爹要认你了 来 快起来 来 坐好啊 雪儿 快叫爹 叫啊 你知道吗 你爹为了找你 他爷也没有和言 听话 叫爹 叫爹啊 他不是我爹 他是于伯伯 傻孩子 于伯伯就是你爹 之前呢 他把你一时接受不了 所以才没那么快跟你相认 雪儿听话 叫爹 叫啊 是啊 雪儿 他就是你亲爹 快叫爹 乖 叫爹啊 快点喊爹 叫 叫啊 叫啊 算了 我想这种事也没办法勉强 雪儿也折腾了一晚上 先让他好好休息吧 后来没事了 你们去干活吧 是 妈 我把雪儿带回房间去了 别忘了给他喝点姜汤 去气寒啊 雪妈快来 来 小心点啊 妈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不好啊 你早该这样了 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多好啊 幸亏雪儿安然无恙 要不然我这辈子 都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这可是我们于家一件大事啊 东霖 我替雪儿谢谢你 你可是她的救命恩人呢 老夫人 应该的 应该的 不不不 至少 请你喝杯茶 对对对 里边请 怎么又下雨了 这段路老是这样 你开慢一点 老爷 要不要下小路 掉头回林同住一起吧 看情况在上路 不不不 不不 我 我 我们已经晚了几天了 再不去人家觉得我没诚意 我绝对不会让竞争对手 有接风插针的机会 你继续开 开慢点就行 好嘞 痛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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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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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叔 老爷怎么样了 已经在急救了 情况还是不太好 老爷嘴里 一直念着雪儿的名字 快让雪儿进去吧 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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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是于太太吗 是 我是 于太太 请见一步到外面说话 好 医生 于太太 这两天是关键 拖得过就过 否则 医生 我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我家老爷 我求你了 于太太 您先别急 做医生的哪有不尽心尽力的 只要有现希望 我们都不会放弃 不过 不过怎么了 请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我也要求求你 新鲜 你怎么会切 怎么会切 怎么会切 等会你 你哪里疼 你正后悔 没早点认你 听你叫几声爹 我真的很高兴 雪儿 爹没办法 看着你长大了 你要听蓄仪的话 好好照顾自己 不管谁欺负你都要忍着 等你长大了 什么都不怕了 知道吗 爹 波涛 你少说点话 好好休息 你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采灵 不会让雪儿好过 你帮我好好照顾雪儿 我会的 你放心 我会的 你放心吧 我会的 雪儿 爹 爹对不起你 爹 爹 不热 不热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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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得不知道怎么样 要真急死人了 二太太 您的银儿莲子汤来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有眼睛不会看啊 我有心情吃吗 我 我这就断下去 等一下 全叔回来了吗 还没有呢 那大姐和雪儿呢 没看到人影 奇怪 老爷还躺在医院里 干嘛急着要大太太 带雪儿去见她 会不会 是老爷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有什么遗言要交代 不想被其他人知道啊 我呸呸呸 你敢诅咒老爷 我我胡说 我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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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出去 畜妹到 阿清说得没错呀 这其中 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畜妹是伯涛唯一的儿子 他为什么不见 偏偏偏要见大姐和雪儿 难不成 是在干家产的问题 二太太 二太太 全叔回来了 妈 全叔 老爷怎么样 老爷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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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小卿 小卿 全叔 老太太 老爷出门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出了一场车祸 人就走了呢 老爷倒是很坏 听声音间尽力了 可是 会挺不舒服 我这个坏坏 是 和他人都已经成功了 不知道 要不要问大太太 大太太人呢 在医院里料理老爷的后事 等一两天 他让我先带着雪儿小姐回来 什么小姐 还没认祖归宗的 这真是迟早的事 老爷已经跟组长说了 就等他坐山东回来就办仪式 只是没想到 没想到这死丫头命令戴上 把老爷活生生给渴死了 二位 你这么说话不妥吧 我说错了吗 老爷走南闯门 什么地方没去过 难以他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 自从这个丫头进门 于家就无言张气 不得安宁 老爷才说要让他认祖归宗 就发生了窍祸 这还不如 他还跑去医院去看老爷 老爷不是被他渴死的是什么 这 爹这个扫犯性 扫犯性 先是渴死了你娘 现在又渴死了你爹 要是让你严肃非宗 岂不是要护害更多人吗 您看 我看人 雪儿 滚 滚 滚 你给我滚 不要护害更多的人 快滚 不要说了 不要再说了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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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 大夫 我婆婆她怎么样了 老夫人受到刺激 欲结不开 继续也不顺 好好调养 应该没有什么大碍 那就好 我开个药房 您呢 派人去抓药 大夫 这带请 妈 大夫说了 您是伤心过度才会昏倒的 薄涛已经走了 您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 薄涛走了 我还活着干什么呀 让我和他一起走吧 妈 妈 妈 你怎么这么说呢 薄涛走了还要崇尾 崇尾会孝敬您的 崇尾才多大呀 薄涛死了 家里连个钉身的男人都没有 我们瑜伽造了什么孽呀 造了什么孽呀 造孽的不是瑜伽 是那个扫把星 当初真不应该让他进门的 还有大姐 当初要不是他闹着 让那个扫把星认祖归宗 薄涛今天也不会出事 妈 妈 这回不能再心软了 那种祸害 不能再留在家里了 妈 不要说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让我想想 让我好好想想 我 我的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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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爱偷啊 你哭 我比你还想哭呢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嫁到瑜伽 就可以一辈子不愁吃穿 没想到我这么快 就变成寡妇了 你叫我下半辈子 要抗谁呀 波涛 波涛啊 你这个死没两心的 你什么话都没留 就这样走了 你叫我和两个孩子 以后怎么办呢 阿斯坦 您别难过了 崇尾是老爷唯一的儿子 瑜伽亏待不了二房的 瑜伽到底有多少家产 我从来就没有问过 面坟场的事 我不懂又插不上手 大方想要直守这天 我们二房 Liberty 还不是只有哑巴吃黄莱安的份啊 那 handout片大太太的良心喽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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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iya 不要吵了 你爹都不管我了 你们就不能快点吗 什么时候你们才能让你可怜的娘 赏点心呢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老爷走了 你妈妈已经够难过的了 爹走了还会回来啊 干嘛哭啊 老爷这次走了 不会再回来了 为什么 不好言 死了 博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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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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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